這交點事件做的圖 因為我也算是 也是參與者之一 所以就直接挪用交點事件的圖來說明 所以剛剛可以看到嗎 最通常其實就直接沒有退休金 然後一個一個看 字有點小 這邊就在講公務員和勞工 我們剛剛其實在制度面 經區區分的公務員 以約聘僱來講他也不是公務人員 那不是真正的公務人員 他是廣義的公務人員 但他並不是用那些正式公務人員 所有的那些退休啊公保啊這些這種東西 那所以 剛剛講的嘛 在政府 准結財務的條件下面 開始限制公務人員的人數 所以呢 那但是問題是他一時之間 他還沒有辦法執行這些委外 這些勞務採購 所以他還是必須要直接聘僱 但他又不可能去直接聘僱 這些文官體系 非常具有保障的公務人員 所以他開始用一些非典型的公務人員 開始進行 進行那個公務 公務的服務這樣子 好 那所以這種人呢 基本上可以視為一種 呃 公務員和勞工之間的一種模糊地帶的人 對 那我剛剛其實已經提到了 他可以分為約聘僱和臨時人員 好 那到底哪一種才是真正的勞工 其實 只有臨時人員才是勞工 但2008年之前他也不是 好 那約聘僱呢 老實講他是勞工嗎 他不算勞工 老實講他是公務人員嗎 他也不是公務人員 所以他是什麼 他什麼都不是 所以他基本上是在 在兩種制度下面加起裡面 最慘的一種人 那約聘僱保勞保嗎 勞保 好 勞保沒錯的 對 所以他是 他是勞保的勞工 不是勞基法的勞工 好 所以台灣的那個勞工 其實他的界定其實非常複雜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左邊是公務人員 右邊是勞工 約聘僱的臨時人員呢 他基本上是夾在中間的人 他既不是 他既不是真的公務人員的保 不是用公務人員保障 也不會有勞基法保障 他呢是在2008年之後 他才有勞工保障 好 所以臨時人員有可能在2008年就被批用 有 有 當然啦 因為他是人事費以外捏經費 基本上他並不 沒有這麼那種中央直接指揮的 他其實是早就已經大範圍的去雇用了 所以其實在2008年之前 國道上面也有用所謂通行費 然後去支付的這種臨時人員 那怎麼界定他要用約聘 其實他們自己也不知道 就是看當時簽的約 但是到底為什麼當時是簽臨時人員 而不是簽約聘僱 他有可能 因為約聘僱後來在原額上面有進行管控 2001年的時候 待會也可以看到約聘僱的變化這樣子 2001年的時候約聘僱其實他有原額管控 所以開始那時候開始要替代約聘僱的 另外一種替代的東西要出現 那時候可能就是用約用人員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不斷不斷不斷往下巧立瞑目 然後再去用不同東西去做警惕來 然後所以這邊就夾在中間嘛 然後再來 他這些既沒有公務員保障 也沒有勞技法保障的人 在政府雇用勞工化的過程當中 等於被兩個體系漏接了 所謂政府雇用勞工化是說 原來政府雇用很簡單 大家想像他就是公務人員 但事實上現在很多雇用 他並不是公務人員 那臨時人員從這種泛公務人員 他變成勞工 那就可以想像成 形容成為政府聘僱的勞工化 但是約聘僱並沒有 也就是他並不適用勞技法 租總 租班的保障 所以你看他就是他跌落下去了 這邊都只是一個形容 那開始進入到國道收費員 國道收費員基本上就是最重要的問題 我剛才講的前面好像在打遠通 但是後來才慢慢 因為當時其實馬上感覺到 是遠通把我們的工作搶走了 但是後來才慢慢發現到說 其實真正的問題是整個體制的問題 所以真的來去問說 那之前非去哪裡了 那我們退休金呢 好 那我們原來的年資到底政府怎麼去還給我們 這些問題這樣子 好 那所以我剛才講的 其實它裡面有約聘僱和臨時人員 好 然後接著就複雜的要來算這個東西了 好 到底它的差異是什麼 好 來 給大家看這個東西 現在的約雇人員或臨時人員 它其實從國道收費員 他們被解雇以後 被開除了以後 他們其實拿到的錢的資遣費 所謂的也不是叫資遣費 拿到了一筆的補償金 其實那金額完全一模一樣 那錢怎麼來呢 第一個叫離職儲金 離職已經剛才講了嘛 在2005年之前是3.5% 3.5% 7% 然後另外一個叫7個月的優退未住金 那臨時人員呢 是離職儲金這邊都一模一樣 那再加上勞退薪制 那為什麼勞退薪制呢 是因為它2008年之後 他們開始使用勞基法 再加上勞基法保障的資遣費 2.5個月 為什麼2.5個月 是因為2008年 他們才使用勞基法 2013年被解雇 所以這中間只有5年 而勞退薪制裡面呢 勞基法 勞退薪制裡面資遣費 怎麼算 是你的年支出一半 所以5年年支出一半 就是2.5個月 那其實這都很不合理 不合理在哪邊 如果你認為他2008年之後 你說他是使用勞基法 那為什麼你不溯及到過去 難道說是2008年之後還是勞工嗎 你那個是追認他勞工身份 那我們認為說他從聘僱當天 當時他就是勞工身份啦 那你就應該用 甚至應該用勞退救治的計算方式 勞退救治 按薪制的資遣費怎麼算 勞退救治是一年一個基數 勞退薪制是一年0.5個基數 而且最高只能給你6個月的基數 意思是什麼 比如說我今天勞退救治的人退休 不要講退休 資遣 20年支之前 我就是給你20個月的資遣費 但是用勞退薪制的話呢 20年的年支 只有6個月的資遣費 不是10喔 因為他最高只有6個月 所以這邊也有問題 就是這個2.5個月是用2008年之後才算的 但問題是說他如果勞工身份 從聘僱當天就發生的話 那為什麼不追溯回去 另外也叫做政府補足離除金制7個月 為什麼他要這樣做呢 是因為讓兩個加起來 是等於7個月 也就是讓怎麼講 就是讓這兩種人 基本上上述兩種計算後總金額相等 讓這兩種人是一樣的 這個勞退薪制沒有加啦 就是勞退薪制裡面的勞基法的保障支遣費 意思是什麼 意思基本上 這兩種人 明明就是一模一樣的人 但是這個人叫做適用勞基法了 這個人叫不適用勞基法 那怎麼會有這種事情 明明是一模一樣的人 他為什麼會有兩種制度 一個是勞工 一個是非勞工 這是荒謬性在這邊 而政府呢 公公局為了要讓他看起來 他的這個補償金沒有差異 所以他故意把它算成是一樣的東西 但其實他的問題就出現在 為什麼他一個是有勞工 一個是沒有勞工 而他適用勞工身份的話 那他為什麼只有2.5個月 他為什麼不能追溯回去 他過去的所有年資 那就是被政府吃掉的年資 好 所以如果說以救治資鹼費計算公司來看 這次就會訴求的 是最後6個月的平均薪資 乘以工作年資 再加上7個月的離資金 什麼叫7個月的離資金呢 是這個東西 好 因為在政府呢 他今天 他會拼顧責任是怎麼樣 過去在很多政府他所經營的 或是說他所管理的這些單位 慢慢被民營化出去之後 基本上因為政府作為原來的雇主 那他為了要保障這些員工 那通常他會給予比較多 給予優於勞基法的部分 這個老實講也不是政府才會這樣做啦 很多的一般的企業 他對勞工比較好都應該這樣做 因為勞基法呢是最低保障 所以你給勞基法以上的保障 你給勞基法保障以上的部分 其實並不違法 並不有問題 甚至是好事 那政府你今天做了這麼大的僱主 你本來就應該這樣做 所以這就會訴求說 你今天7個月的話是額外補的 那你今天再怎麼樣 你要先符合勞基法保障 所以你這邊就出現一件掉鬼的事情 大家本來以為約評估是一個 類似像公務人員的一種勞動身份 但實際上不是 因為你如果從 你如果從勞基法來看的話 他們甚至得到的比勞基法還少 所以這時候開始可以計算 這讓我們來試算一次就是 20年工作年之20年 假設他1993年做到2013年 不好意思 我的意思在叫 這個字有點小 我唸給大家聽 字就會訴求救治資險費的計算方式 怎麼算 以救治來算 救治怎麼算 最後6個月平均薪資是4萬塊錢 乘以你的20年年資 乘以你的20年年資 再加上28萬 28萬是什麼 7個月 高工局承諾的離職金 加起來是108萬 那好 為什麼要用救治來算 因為他們年資都早早 都是1993 他們1993年開始評估的 如果1993年的勞工 基本上就是可以選救治和新治 只有2005年以老基法來看 只有2005年之後聘務勞工才一定是新治 在2005年之前他可以選救治 所以以救治來看的話 算出來就應該這樣 再加上28萬 但政府現在算法是怎麼樣 是4萬塊錢 工作前12年平均薪資乘以3.5% 也就是離職金 這個3.5%是資方付的 政府付的 OK 因為政府就作為這個 他們的僱主嘛 就是資方 好 就是2005年之前的離職金提博比率 乘以12個月乘以9.5年 好 這懂意思嗎 就是1993年到2005年 好 這個9.5年 好 然後呢 這是離職金 好 在2005年的離職金的資方 那個政府提博的部分 再加上4萬塊乘以6% 也就是2005年之後 離職金不是變6%嗎 乘以6% 乘以12 乘以8年 後面還有8年 再加上7個月 高工局承諾7個月乘以4萬塊 這樣total加起來是67萬元 光是年資20年的人 他就損失了 如果是用勞基法來算的話 是108萬 那如果用政府的這種 很變態的資助來看是67萬 所以這樣就少了多少錢 少了41萬元 這只是20年資了 再來 假使今天他30年資 也就是他可能可以退休了 好 1983年他也說做到2013年 假使他可以退休的狀況下面 用退休來算 好 舊式退休前15年兩個基數 後15年一個基數 乘以4萬塊錢 再加上剛28萬 高工局承諾的 這樣是208萬 而剛剛呢 這個已經算過了 是67萬 208萬 減到67萬 是141萬元 簡單講 簡單講 今天如果這些收費員 他不是什麼約聘僱 他不是什麼臨時人員 他就只是一個一般勞工的話 他今天在高速公務上面這麼久 他現在要退休了 他就可以拿到200 你把那個公務局承諾的拿掉好不好 208減到28 是180萬元 他至少可以拿到180萬 但就是因為他不是 他就剛好這麼衰 政府用了一個非常可惡的名目來僱傭他 所以他連勞工保障都沒有 所以他只能拿到67萬元 所以真的有工作30年的收費員 有啊 有工作30年的收費員 我還聽過有40年的收費員 但那就不是 當然不是很多 一兩個這樣子 30年就有很多 阿卵也是二三十年耶 他們那種很多很早 小姐就開始做啦 18歲 那現在做到四五十歲的 可能就有了 就30年啦 對 好 所以這邊可以看到一個圖就是 在聘雇的時期就被劃分為 就被劃分為所謂的約雇人員和臨時人員 然後呢 起初所有的 起初所有的收費員都是約雇人員 2002年之後 我剛講嘛 2001年的時候 就開始縮減約聘雇的雇用 所以開始巧利民務用了臨時人員 所以這時候呢 新員工及舊員工 調佔皆為約用人員 也是臨時人員 然後在2005年之後呢 勞退就職轉新職 這是讓他們的離儲金開始改變 這時候約用人員 約用人員以及約過人員 他都一樣用離儲金 那一直到2008年之後 約用人員開始納勞基法 然後這邊就變勞工了 那這邊不是勞工 那問題來了 在同一個高速公路馬路上面 兩種人都存在 為什麼他是勞工 他不是勞工 那而且他是勞工 為什麼不追溯他過去勞工身份 2013年解雇 然後他這邊就是都一樣 都被解雇 然後七個月離儲金 這時候就講了 世界會就主張說 不論聘僱時期為何 都應從聘僱起就受勞基法保障 為什麼呢 因為你說他是不是勞工 他是勞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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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為什麼不是勞工 第一個問題這樣嗎 如果他們倆都是勞工的話 那為什麼是現在才是勞工 為什麼不是過去就是勞工 那你之所以說他2008年才是勞工 是你法的問題 是你承認 你是你認他 你認的問題 而不是他的問題 所以他如果是勞工 他如果現在是勞工 那未來他過去他也是勞工 那他應該有過去勞工身份的保障 那就是把過去年資都還給我們 把過去我們應有的退休 或是之前的權利拿給我們 但官方回應是什麼 他後來就只講說 強調收費員訴求以愉悅勞基法規定 給了怕非典比照什麼的 基本上就是隨便胡扯 那因為他講說 你今天勞基法呢 並沒有什麼溯及既往的問題 然後而且有一些人根本不實用勞基法 那他所以其實後來 所以收費員其實很艱苦的戰役 是在你面對整個政府 在這種特殊的評估 非典化的公務人員的評估方式 這是一個最大的問題 那怎麼去衝破 那個衝破是什麼 就是有沒有辦法 讓這種非典公務人員 全部適用勞基法 所以後來他們談 所以收費員就會 其實喊出來叫廢除約聘固 所謂廢除約聘固 不是說都不要有這種人存在 而是說這種人 第一個 他的一年一千是虛假表示 根本沒有真正一年一千 是其實一年連續的好幾十年了 所以這種約聘固 一年一千約聘固根本不存在 不應該存在 第二個是約聘固 他現在是沒有勞基法保障 所以應該都要給予他勞基法保障 因為他現在連一般勞工都比不上 根本不用談到公務人員 OK 所以廢除約聘固的後來的意涵 其實是在談這件事情 好 所以這邊可以看到說 那個整個體制 以至於後來化約到了 國道聘筆上面 好